欢迎来到第二课 下面这两节课的内容比较难一些 我不断地在祷告和思考 希望不会哭着教完这两课 希望你能从这两课中听见神的心声 这信息给我很大挣扎 特别是在写阿法宝这广播剧的时候 整个主日的时间我都在分享 讲了三四场道 我当时正从东岸飞回科罗拉多的航班上 我在写关于被弃绝的孤独之地 也就是地狱的比喻 令我很震撼的是 回到家直到午夜都没有睡着 经过一天讲道与舟车劳顿 一般不到十五秒我就睡着了 但我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 想着有人将会在比孤独之地 恐怖得多的地方里度过永恒 就非常的忧心 而且耶稣说 到那里去的不是少数人 而是大多数人 让我告诉你耶稣在哪里说这话 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这句的原文意思是 指大多数或大部分人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我躺着但睡不着 虽然累透了 但是仍然睡不着 然后我记起 有次在南非的监狱讲道 我被邀请去南非一家 高射房监狱讲道 里面的人都判了无期徒刑 我还记得走进去的时候 有种彻底绝望的氛围 我甚至无法描述 他们的脸 你能从他们脸上 看见那份绝望 有少数人已经姓主 但那是另一回事 但他们知道自己 永远不能出去 我记得他们睡觉的地方 墙上粘着保险套 双层床都排得密密麻麻的 我想这些人永远出不去了 但他们会想 有天我死了就能出去了 可是地狱里的人 不能这么想 那里是永久的 是永远的 耶稣常谈及地狱 他不认为谈这课题 是缺乏怜悯的表现 他讲论地狱比天堂还要多 我想起十九世纪 英国最伟大的牧师 莱尔 听他怎么说 他说 你可以认为 谈地狱是没品味 而粉饰太平 用平安的安眠曲 来安慰人 才是爱 但这些说法 能使我得自由吗 我对爱的观念 是清楚地向人发出警示 宣告所有神的劝勉 如果我对地狱 绝口不提 那就是 私自留起了有意的话 是魔鬼的同谋 地狱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比喻 圣经里对这个地方 有几个称呼 一个是阴间 这是来自旧约圣经的称呼 在新约圣经 较常见的是阴间 坟墓 地狱和火湖 我想向你读出 整篇耶稣的叙述 来跟你详细探讨 耶稣在路加福音说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月 看看这里 耶稣的比喻里 从未提过一个 真实存在的人 所以这不是比喻 我会在以下数节证明 这是真实的故事 又有一个讨犯的名叫拉萨路 耶稣从未为比喻里的人 起名字的 他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我们再看看这里 一个浑身生疮的乞丐 躺在一个财主家门 那财主穿着紫色袍 如果你当时穿紫色袍 你就是非常富有了 耶稣没有说富有是个问题 他刚服侍一个社区里 最有钱的人 名叫撒该 他说我要去你家吃晚饭 因此这人的富有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他家门前 每天都有一个乞丐躺着 但他却完全无事 那才是问题 他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 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逃犯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巴拉罕的怀里 在信徒离世 家人陪伴在册的口述记录里 有许多都谈到天使到来 引信徒回天家 我有一个挚友的母亲刚离世 她住佛罗里达州 当时她在床上躺着 状况很差 她突然盯着墙看 很清醒地说 看那两个人 她的女儿 嫁了给著名摇滚明星 她说妈妈 什么人 她妈妈说 那两个俊男向我这边来着 然后就断气了 还有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儿子告诉我 当他爸爸离开时 房内出现了两个装饰整齐的天使 这也发生在拉萨路身上 他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巴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要记得 我会向你们证明 这财主是个犹太人 犹太人传统认为 好好地去埋葬一个人 是对死者的一份尊荣 换句话说 因为你活得尊荣 我们也让你尊荣地离开世界 财主被风光大藏 但拉萨路什么都没有 我们继续读下去 那财主在阴间受痛苦 注意痛苦一词 这里是指多于一种痛苦 其他一本说 是极大的痛苦或折磨 我希望你了解 思想痛苦这个字 他在阴间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巴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 亚巴拉罕的怀抱是 旧约已睡圣徒停留的地方 他们停留在那里 等候耶稣成为无瑕疵的羔羊 以至能引领他们 还记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记得那些圣徒的坟墓 他们从坟墓出来 进了圣城向人显现 是因为耶稣还没去父那里去 他还没把自己的血带到施恩座 所以那些圣徒无处可去 他们飘荡了几天 直到耶稣把血带到施恩座 听起来很难想象 对吗 财主就喊着说 我祖亚巴拉罕啊 这告诉我们 他是个犹太人 因为他称亚巴拉罕为我祖 如果他是斐利士或其他民族 就不会喊我祖亚巴拉罕了 他喊着说 我祖亚巴拉罕啊 可怜我爸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这句话很丰富 要记得在地狱里的人 都是真实的 耶稣曾这么说 他说 身体和灵魂都在地狱里毁坏 在地狱里的人 还是人 他们人能思考 人有情感 人有意志 人有身体特征 你看财主提到了自己的手指 又弹到自己的舌头 是还有感觉的 这人能看见 先祖亚巴拉罕 听见亚巴拉罕回话 感受痛楚 他真的希望能量量舌头 我有个朋友 在地狱待了23分钟 是耶稣带他去的 他是个加州的商人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这是一本好书 我只看了两张 就完全崩溃了 说我看够了 他这样写道 在地狱里 除了恐惧 恐怖外 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口渴 我想找东西喝 但什么都找不到 他接着说 在地狱里好像没有空气 他说 在地狱里我是这样呼吸的 他说那里很热 而且恶臭连连 亚巴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萨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看见吗 受痛苦 这次出现第三次了 然后呢 不单这样 这话是想表达神被动的参与 这里没有提到神的名 但其实暗示了神的参与 不单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 换句话说 是神设立了这深渊 我稍后会再解释 一只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接着财主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萨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我们先读到这里 要留意 这财主的性情并没改变 他叫亚巴拉罕打发拉萨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他的舌头 他使拉萨路为仆人 他叫亚巴拉罕打发拉萨路 到他家去 有些事情是人们不明白的 若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人生命中的阴暗面 会在地狱延续 如果你在地上有毒瘾 在地狱里 人会有毒瘾 但却没有原解办法 在地上有毒瘾的 可以原解 吸毒就可以了 在地上有酒瘾的 可以原解 来一瓶二锅头 或分酒就可以了 但在地狱 瘾头没有原解的办法 而且感官会更敏锐 发作时会剧烈无数倍 这是其中一种痛苦 同样 这人的性情也没改变 他在寻求怜悯 这些人似乎永远不会明白 他们是不可能出去的 他们觉得人有希望 希望有逃脱的方法 如果你看经文 亚巴拉罕说 回想你生前 他提醒财主的生前 你会看见财主叫人 去他的父家 派拉萨落去他父家 在地狱里 是还有记忆的 我想这是最大的痛苦之一 他们会记得有人 向自己传福音 记得永恒曾在他们心里 喊着说 有一位神 但他们拒绝去寻求 因为就算有神 他们也不想服侍他 你明白吗 让我们继续 亚巴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巴拉罕啊 不是的 若有一个人 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但亚巴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的 亚巴拉罕说出了 非常有力的真理 神的话语 会把信心注入我们心中 超自然的经历 会有帮助 但却不会注入信心 亚巴拉罕向他点出话语 是神的话语 你听过 同病相连这成语吗 这成语在地狱是不适用的 为什么财主会叫亚巴拉罕 派拉撒路去找他的弟兄 也许你认为 他希望自己的弟兄 到地狱里与他作伴 那里根本没有办 我接触过那些 曾去过地狱的人都说 那里只有绝对孤独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 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多年前 我和丽莎在一家 大教会的牧师家中做客 我们是朋友 她是个好人 但在那晚之前 我们从未听她分享过这个故事 她说 约翰和丽莎 我父母在教会中把我带大 我会去教会 但却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她说 我们住在热带地方 一天 我和弟弟在玩 当时是雨季 我们掉进一个用来施工满了一半水的坑里 那是个又深又大的坑 施工用的 她说 我弟弟会游泳 但我不会 她说 我爬不出来 她说 我弟弟爬出去 然后跑去找救兵 她说 我死去了半个小时 她说 我离开了身体 快速往下坠 那些我所知道去过地狱的人 都是我认识的 我不想听陌生人讲这样的见证 我想先确定他的信仰生命 这人的信仰生命非常稳固 她说 约翰 我正在下坠 而且不断加速 她又说 那黑暗越来越深 如果我这样打手势 是看不见的 那里黑得好像我穿上了黑暗一样 她说 我越是往下坠 就越是害怕 我以为不可能更害怕了 直到我再往下掉 她说 我开始听见尖叫声 约翰 丽莎 有些尖叫声是普通的 有些却会让你毛骨悚然的 我听见的是这样的尖叫声 他说 我来到这地方的入口 看见一头长满鳞片的生物 以赛亚书说 银尖就是以你震动来迎接你的 它把我抓住 拉我进去 然后 有声音说 让它走 那生物回答说 不 它是我的 那声音说 让它走 它是我的 他说 我上来时 人在身体以外 看见医生 为我抢救 他说 突然间 我回到自己的身体 我还咬医生的手指 他说 约翰 那是个真实的地方 我们可以逃避真实的地狱 奔向真正的天堂 可以说阿门吗 这才不过是短暂停留的地方 你要知道 这还不是永远的地狱 启示录二十章说 请你看这一句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经文中 这白色大宝座 是审判未信者的 就是那些拒绝把生命交托耶稣基督的人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 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 永久的火壶 我和丽莎有另一个朋友 他们四代都是牧者 她的曾曾祖母住在希腊 家人都拜偶像 她在阁楼寻求神的时候 看见嘉略山的异象 她希望知道谁是真神 在她看见嘉略山前 她看见人山人海 他们痛苦地尖叫着 咒骂神 她说 有一只手把她推进 推她进口中描述的那峡谷 她听见有声音说 你属于这里 你属于这里 忽然间 她听见美妙的声音 看见耶稣在石架上 流着血说 但我是为了你而做的 她得救了 后来她家人 因为她信了主 就想杀她 但她却奇妙地被救出来 这故事在书中有记载 第二次的死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错误地教导说 有一天一切会终结 但我要告诉你 永不会完结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看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 是永远的 要记得 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耶稣称这行靶为永行 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 耶稣说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如果那里虫是不死的 就肯定有肉可吃 一个曾去过地狱的人 告诉我一件事 他看着我说 约翰 我晚上都要开灯睡觉 他是个信徒 他说 耶稣带他到地狱去看 他说 那经历以后 有两个月 我都要开灯睡觉 最可怕的是 看见那里的人的皮肉 真的被烧掉 然后又长出来 他们都待在坑里 那些虫就一直吞噬他们 那是个很真实的地方 你要记住 地狱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刚才我所谈的 火狐 地狱 阴间 都不是为人类而设的 看耶稣怎么说 他说 离开我 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勇火里去 地狱和火狐 都是为魔鬼预备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是被高利的基禄伯 但却被查出不意 那时还没有试探者 他在没有被试探的情况下 叛逆神 所以神为他和堕落天使 创造了地狱 圣经说 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堕落了 地狱是为他们而设的 但是当神创造人 把他安放在地上 蛇雀蒙蔽下蛙 让亚当叛逆神 他们把自己交在 没有怜悯的主人手中 就是路西夫 因为神把地赐给了人 人是属于神的 但当人背逆神 就把自己交给了路西夫 所以他被称为 这世界的神 又被称为黑暗之子 当耶稣降临 记得他才是神 神曾把地赐给人 他说我不能以神的身份 到地上来释放他们 否则我的话就落空 而我也不是神了 因为神的话是不能落空的 你明白吗 我用简化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 神说我有个计划 我会找一个既是百分百的神 又是百分百的人领导 一人把人类交给了撒旦 但这人却要领人类出来 你明白吗 所以耶稣说 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然后你总会听到 有人会说 等等 等一下 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 又如何呢 我告诉你 我到世界各地去 你不会相信 有那么多人 在异乡中看见耶稣 特别在中东和马来西亚 在这些穆斯林国家里 人们呼喊说 谁才是真神 所以神就彰显他自己 罗马书说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 显明 叫人无可推诿 那只是人拒绝 把生命交给耶稣的借口 对吗 神的事情 原显明在每个人心里 永恒也显明在每个人心里 也许有人会说 你吓唬我吗 我让你去看 牧者很少讲论的一段经文 看看犹大书22、23节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些人 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天晚上 我和丽莎 与一个非常有名的摇滚巨星 和他太太吃饭 他在1992年得救 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 他是世界顶尖的摇滚巨星 我们两对夫妇 吃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晚饭 他看着我说 约翰 拯救我的并不是神的爱 他说 但别误会我 从我成为基督徒后 我就爱神 我很爱耶稣 他说 但拯救我的不是神的爱 神的爱不能触动我 其实是对神的敬畏 有次表演后 我躺着 突然 我意识到自己 正在迈向永远的地狱 于是我开始寻求神 最后得救了 记得我跟你说 我对毒品的看法吗 这让我有一份正面的恐惧 这是正面的恐惧 耶稣是否也因此而讲论地狱 因为他希望人们拥有正面的恐惧 他不想他们不知道 美国史上其中最著名的讲道 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 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他在1741年7月8日 在康略狄根州恩菲尔德镇 读出这个信息 他先写下 然后读出 当他读到这一句 罪人啊 你们要想到你们所面临的危险 何等可怕 因为他正生动地描述了地狱 惠众就开始尖叫 悔改向神呼喊 他那次未能讲完整个信息 他开始复制这信息 发到各地去 人们开始传阅 并有人说 这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 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你仰望神 神会让你有正面的恐惧 所以神容让这一直延续到永恒 因为我将要读出一些 令你震惊的经文 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 以赛亚书66章说 我的新天新地 你要知道神在谈 新天新地 知道吗 那时 他要用火来烧毁大地 他要把神的城搬到地上来 那里不但有像耶稣一样拥有复活身体的人 也有自然的身体 你可以在圣经里读到这部分 让我告诉你 神原来的计划 不会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而废掉 他原本创造亚当夏娃 是让他们永远活着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 他们会像亚当夏娃一样永远活着 但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 像耶稣一样 两者如何互动 很简单 耶稣如何与门徒互动 他与他们吃了三次饭 他会显现 他会浮在空中 他可以与他们互动的 对吗 神说 他的新天新地会长存 每个星期所有城内的人都来敬拜我 这城长宽都是2200公里 每个礼拜 每个月份 全地的人都要来敬拜我 他们出去的时候 必看见背叛我的人沉湿在外 因为吞噬他们的虫永远不死 焚烧他们的火永远不灭 路过的人看到他们都必感到深感痛觉 这是否就是神的智慧 路西弗在没有试探的情况下犯罪 神就说 因我的怜悯 我会为所有在地上的人 留着一份正面的恐惧 当看见背叛神的可怕结果时 他们就会制止自己不去背叛他 让我告诉你 我认为如果我们更多传讲这课题 就可以有着一个更认真 更有目标的教会 现在我正看着你 也许你坐在这里 观看着 你满心畏惧 恐惧战惊 恐惧可分为正面与负面的 让我告诉你 神没有生你的气 祂没有对你怀怒 祂爱你爱到愿意为你死 让你不需要永远待在那可怕的地方 那就是地狱 你会问 约翰 我该如何在你所说的那个审判日 逃避控诉 只要完完全全地把生命 交在耶稣基督的主权和王权之下 当你把生命献给耶稣 意思是你会说 耶稣我完全属于你 我的生命是你的 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他所流的血就与你有份 当车子打开 显明你一切的失败时 耶稣就会说 但父神 我的血复辟了这一切 你会被饶恕 你是神的儿女 你会与他一起共度永恒 他不但饶恕了你 而且愿意赐给你他的性情 让你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如果你说约翰 我从来没有把生命 交在耶稣的主权下 我现在可以带领你祷告 请你低下头 闭上眼 跟着我祷告说 天上的神 请跟我说 天上的神 请饶恕我脱离我的创造主 就是脱离你而活 但今天 我把我的身心灵 我的一切 我的所有 全献给你 耶稣基督 谢谢你耶稣 成为我的主和救主 感谢你现在 把我从黑暗的全世拯救出来 进入你的国度 我是你的孩子 现在我拥有你的性情 我被饶恕了 我会与你一同度过永恒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神所成就的一切 下一课见 我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一刻 但是好的 有时候 硬邦邦的道理对我们有益 你要思想 地狱不是为人来预备的 根据马太福音25章41节 那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 只是魔鬼要把人拉到地狱去 耶稣降临 并且牺牲 为了让没有人会失丧 没有人会永远地被火烧 被虫咬 是想想在地上最糟糕的状况 就是关在最深沉 最黑暗的地牢 监狱 我们一起思考一会儿 地狱比这些要可怕得多 这与我们能影响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是身边的人不相信耶稣 为理所当然 要让他们有渴慕的心 去听那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创造主来 是为了拯救他们 不是想定他们的罪 送他们去地狱 他来拯救我们 替我们受刑罚 不要是落地狱 为理所当然 这信息对我们和我们周遭的人 都很重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